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程序员修炼之道》这本书 好,我们现在开始 相关部分,调试,按合约设计,怎样配评资源,靠巧合编程 练习,一次快速的真实性检查 下面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中,哪些可能发生 解答在235页 一个月少于28天 stat.nsb等于-1,也就是无法访问当前目录 在C++里冒号a等于2,b等于3 if a加b不等于5,exit1 内角合不等于180度的三角形 没有60秒的一分钟 在加瓦中a加1小于等于a 为加瓦开发一个简单的断言检查类 答案解答在235页 24,何时使用异常 在此程序不说谎 在此程序不说谎 95页中 我们提出检查每一个可能的错误 特别是意料之外的错误 是一种良好的实践 但是在实践中 这可能会把我们引向相当丑陋的代码 你的程序的正常逻辑最后可能会被错误处理完全遮蔽 如果你赞成历程必须有单个return语句 如果你赞成历程必须有单个return语句的编程 的编程学派 我们不赞成 情况就更是如此 我们见过看上去像这样的代码retcode等于ok blblbl等于ok retcode等于badreadelf returnredcode 幸运的是如果编程语言支持异常 你可以通过更为简洁的方式 你可以通过更为简洁的方式重写这段代码 retcode等于ok trysocket等于readname blblbl catchioexception e retcode等于badread 现在正常的控制流很清晰 所有的错误处理都移到了一处 什么是异常情况 关于异常的问题之一是知道何时使用它们 我们相信异常很少应作为程序的正常流程的一部分使用 异常应保留给意外事件 假定某个未被抓住的异常会终止你的程序 问问你自己 如果我移走所有的异常处理 这些代码是否仍然能运行 如果答案是否 那么异常也许就正在被用在非异常的情形中 例如 如果你的代码试图打开一个文件进行读取 而该文件并不存在 应该引发异常吗 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回答是 这取决于实际情况 如果文件应该在哪里 那么引发异常就有正当理由 某件意外之事发生了 你期望其存在的文件好像消失了 另一方面 如果你不清楚该文件是否应该存在 那么你找不到它 看来就不是异常情况 那么你找不到它 看来就不是异常情况 错误返回就是合适的 让我们看一看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 下面的代码打开文件 这个文件在所有的unix系统上都应该存在 如果它失败了 会把file not found exception传给它的调用者 但是第二种情况可能设计打开用户在命令行上指定的文件 这里引发异常没有正当理由 代码看起来也不同 这个文件 Ausw gamme is it in there 同 USAID 使用 means 找 is logr 注意FileInputStream调用仍有可能生成异常 这个历程会把它传递出去 但是这个异常只在真正异常的情形下才生成 只是试图打开不存在的文件将生成传统的错误返回 提示34 use exceptions for exceptional problems 将异常用于异常的问题 我们为何要提出这种使用异常的途径 异常表示即时的非局部的控制转移 这是一种即连的cascading 那些把异常用作其正常处理的一部分的程序 将遭受到经典的意大利面条式代码的所有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问题的折磨 这些程序破坏了封装 通过异常处理 历程和它们的调用者被更紧密地偶合在一起 错误处理器是另一种选择 错误处理器是检测到错误时调用的历程 你可以登记一个历程处理特定范畴的错误 处理器会在其中一种错误发生时被调用 有时你可能想要使用错误处理器 或者用于替代异常 或者与异常一起使用 显然如果你使用像c这样不支持异常的语言 这是你的很少几个选择之一 参见下一页的挑战 但是有时错误处理器 甚至也可用于拥有良好的内建异常处理方案的语言 比如Java 考虑一个客户服务器应用的实现 它使用了Java的Remote Method Invocation RMI设施 因为RMI的实现方式 每个对远地历程的调用都必须准备处理Remote Exception 增加代码处理这些异常可能会变得让人厌烦 并且意味着我们难以编写既能与本地历程 也能与远地历程一起工作的代码 一种绕开这一问题的可能方法是把你的远地对象包装在非远地的类中 这个类随机实现一个错误处理器接口 允许客户代码 考虑一下怎样使用这些设施实现某种仿造的异常机制 其好处和危险是什么 你需要采取什么特殊步骤确保资源不被遗弃 在你编写的所有C代码中使用这种解决方案有意义吗 练习 在设计一个新的容器类时 你确定可能有以下错误情况 解答在236页 1.Add历程中的新元素没有内存可用 2.在Fetch历程中找不到所请求的数据项 3.传给Add历程的是No指针 控制针 应怎样处理每种情况 应该生成错误 引发异常还是忽略该情况 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